Gmail的產品非常多 在這麼多的產品裡面 我相信大家最常使用的就是Gmail 但是Gmail裡面的所有功能 你是不是都是很熟悉呢 在這一部影片裡面 我們會先針對郵件的發送與回復部分做個介紹 我們會介紹到如何發送一封電子郵件 怎麼查看怎麼回復 更改收件人 全部展開以及列印 使用Gmail的離線版 以及休假回復 更重要的是關於機密模式的使用 首先我們先從發送第一封印電子郵件開始 發送郵件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呢 就是簡單的在Gmail裡面透過撰寫的方式 來激發一封新的Email 第二種方式呢 是透過聯絡人去勾選聯絡人之後 再發送一封新的Email 這相信大家比較少使用 在Gmail裡面我要發送Email 我就直接點選這個撰寫 我就可以輸入收件者跟阻止以及內文 第二種方式呢 我就是到這個功能列這一邊去點選聯絡人 之後呢 我可以勾選多個聯絡人之後 再選擇我要傳送電子郵件 這樣子我就可以一次發信給多個收件人 這是比較方便的另外一種做法 如果說你要發送一封Email給很多人的話 我會建議你從這邊開始著手會比較恰當 在收件人阻止這邊 我們先填寫進我們想要的內容 內容填寫好了以後呢 你可以根據你的內容 如果要去調整內文的格式的話 你可以透過下方的這一邊 然後這裡面也可以讓你去調整字型 文字的大小以及出體寫體顏色 以及一些排版項目 那你當然也可以增加一些附件附加檔案 然後加入一些超連結跟表情符號 跟雲端硬碟的結合以及操入圖片 我相信這也是一般的應用大家都會知道 你內容寫好了之後還有兩點是可能你會使用得到的 第一點呢 就是關於簽名檔的部分 簽名檔這一邊你可以再透過設定 然後在一般設定的下方這裡呢 有一個是你可以去填寫你的簽名 輸入好你的簽名內容之後 記得要到下方去儲存變更 當你簽名檔設定完了之後 儲存變更 寫一封新的email 你就會看到你的簽名的部分呢 是在預設會在最下方的下方的位置 那麼你就很容易你也不用每次去編寫你的簽名的內容 它就會自動附加在你的email上面 我們先看傳送之後呢 它這裡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取消一個是檢視郵件 取消傳送的意思是你還有機會去反悔 重新調整你的email的內容 而這個部分呢 是可以在你的設定裡面去調整這個時間 最短是5秒最長是30秒 你可以在設定裡面的一般設定 這裡有一個取消傳送的設定 它取消的期限可以調整成5秒到30秒之間 這依據你的需要去做設定 一般設定移動到最下方 我們可以看到休假回覆的設定 休假回覆這一邊 你可以決定關閉或是開啟 當你有休假去happy了 那麼你可以先去設定 從哪一天開始到哪一天結束 從那一天的臨時 一直到最後一天的23時59分 你在這裡輸入阻止跟你的郵件內容 當有人寄信給你的時候 系統會自動回覆 那這個回覆的限制條件只有一個就是 是不是在你可以決定所有人 或是在你通訊錄裡面的聯絡人 別忘了輸入完這些設定之後一定要儲存變更 在設定裡面 右手邊倒數第二個是講到離線設定這一個功能 離線設定呢你可以去啟用 當你的網路並不是很穩定 或是說你今天可能是在外面爬了跑去的業務 你有很多email需要去回覆 但是呢可能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剛好有網路 你可以啟用這個離線郵件的服務 它會先把這些郵件先暫存下來 暫存下來之後你可以去做回覆 那當你在填寫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的這個決定就是要去把這些資料保留在你的電腦裡面 這個對於說如果說你今天使用的是公用電腦 可能這一個notebook是由別人會去使用的 那麼你可能考慮的是把它給移除掉 那如果是自己的電腦 我會建議你就保留它的離線資料 對你的離線操作來講會比較方便 機密模式這個東西 這個部分呢是我們之前比較少使用 我相信也比較少人知道 它簡單來說機密模式就是你發出去的email 在一個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被直接系統回收 不管它對方的email的系統是哪一種 是Marksoft的outlook或是什麼其他的 那這個部分呢 它你在這裡收件用機密模式寄出去的email 使用收件人他沒有辦法去在email的話 Gmail使用的話沒辦法轉去複製列印或下載 那如果說今天你使用的是其他的電子郵件帳戶 像是outlook之類的就是用Microsoft之前的什麼Skype這些account的話 那麼它會給提供的是一個查看電子郵件這樣的一個連結 會連結到Google裡面去看這一封email 它會有一個選項就是傳送密碼 那收件人呢按傳送密碼他就會收到一封簡訊或是email裡面有密碼 再透過這個密碼去看那一封電子郵件 好我們回到這一個發件人這一邊呢就是你可以設定一個到期日 這個到期日可以是一天最長到五年 那時間到了之後系統就直接回收 那當然發件人這邊還有一個控制權限就是你可以把這一封 這一封email提早把它這個存取權給移除 你只要打開你這一封email之後 機密模式的email 然後再把這個存取權給移除 那我們先設定這一封email是有機密模式的 簡訊密碼的部分 簡訊密碼這只能夠在特定的國家才能夠使用 目前很遺憾的台灣目前還不能夠使用這個 這個簡訊密碼的部分 當你設定機密模式之後 在電子郵件的最下方 我們可以看到關於這一個存取權的機密模式的提示 你可以再次的做編輯或是取消這一個機密模式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寄出去的這個email 在寄件備份裡面可以看到一個叫移除存取權 也就是發件人在機密模式的控制 他可以把這一封郵件的存取權給移除掉 這樣收件人對方就直接就再也看不到這一封email 從收件人的角度來看 他收到了這一封email之後 他會提示他這封email的內容在幾月幾號會過期 收件人這一邊去回覆這封機密郵件之後呢 他的回信本身也是算機密郵件這整組裡面的其中一封信 也就是他是依附在原始的那一封郵件裡面 但是有一點是很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一個概念就是我寫了一封機密郵件給A 例如說豆豆賞發了一封機密郵件給偶豆賞 偶豆賞回覆的這一封機密郵件呢 他的這個機密郵件的所有權 回覆的這一封信的所有權是屬於偶豆賞 所以我們從偶豆賞這一邊他的回信來看 這一個機密郵件的存取權的控制是在偶豆賞的身上 而原始即初始的第一封email的存取權呢 是在偶豆賞的身上 所以從這個畫面你可以看到 偶豆賞這一邊呢針對他發出去的email 他可以去移取存取權 但是偶豆賞回覆的email這一邊是 他是沒有存取權可以控制的 那麼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假設我收到了一封機密郵件 我是不是在回覆的時候我可以回覆給除了發現人之外的其他人做我的收件人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這個部分呢去加入一些收件人 你可以增加把這封email你要發送給一些副本給一些其他人 或甚至是密件副本 如果你只是要單純列印內容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他會 特別說明說 這是一封機密的模式的郵件 你沒有辦法直接列印 但是你所回覆的內容呢 這邊是可以看得到的 以上是有關於機密模式的簡單說明 那如果說你要詳細資料的話 你可以去到Google裡面去看他的help 他會有跟一些其他方面的介紹 那我們剛剛之前已經講完了發送電子郵件 查看電子郵件 我們也做了回覆 我們也可以當然也可以更改收件人 右上角這一邊是可以把這些email全部展開 也可以全部列印 所以機密模式的話 也就是說 誰發出的郵件 誰擁有存取權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我們想想 假設發信人把這一封 保密模式電子郵件刪除 移除掉了 所以當我們把它刪除了之後 我們刪除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它已經過期了 現在已經進入2020年 在新的年度Gmail的面貌也有了一些改變 希望透過這樣的介紹能夠了解 現在創建一封新的email 搭配了機密模式 那麼在雙方的角度 在不同的操作行為 像刪除這些彼此之間能夠看到什麼 希望能夠帶給你一些新的知識 也謝謝你的觀看 那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